就是你們兩個如果真的今天很難一點的話 你可以只有在私約好嗎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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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私約我們就不打擾你們了這樣子 好 那邊呢 小心 阿這都是輸的人會怎樣 好難喔 就是你們兩個要共同完成這個挑戰 情侶們是沒有在彼此分勝負的好不好 歡迎收看你跟上了沒 我是小雪莉 我們今天來到了那個市民廣場 新北市政府的市民廣場 這邊呢 就是要帶大家來看 今年12月3号就要开幕的新北耶诞城 这一次的主题是乐高的主题 你有看到这个圣诞树后面有个很大很大的乐高耶诞老人 这是全台最大的耶诞老人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新北耶诞城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走上来 从捷律站一走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壮观 然后这边都是人在拍照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吧 等一下 你是第一次来 对啊 你第一次来 不是因为每次来都是 就是你经过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人山人海 而且你就会看到 诶 它们都是情侣一起来 那是不是就是很浪漫的一个地方吗 就是你需要一个伴啊 然后就是才会想来的地方吗 一个人来这边 今天我帮你准备一个伴啊 不要让你的第一次耶诞城这么可怜 什么 我帮你准备一个伴 它现在在圣诞树上面 你知道闭着眼睛数十秒 它就会出现了 真的假的啊 十秒是我自己数吗 我自己数 来 好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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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小雪莉 Nex是我的大学同学 然后小雪莉是我的公司同事 你好 你好 今天就是你们两个要来 逛新北椰栈城 然后帮大家介绍一下 用伪情侣的感觉 然后我们有帮你们准备几个 就是类似那种情侣小挑战的那种感觉 让你们去完成 那总共会有三个挑战 分别在三个景点进行 如果你们就是三个挑战 就是都有成功的话 就会送你们一个小小的椰栈城小奖品 这样子 哦 哦 你知道有点小心动 小心动 是我要跟他比赛 还是我们要一起 我是胜负运很强的人 你们要一起对抗主办方 哦 不是我跟他比赛 第一个挑战吧 让你们两个稍微熟悉一点 不要有那么难的挑战 所以第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要来合照一下 哦 正常的合照一张 好 那我们来拍一张哦 好 来 好啦 那这个挑战就这样子 轻而易举的 轻轻松松 对 轻轻松松的挑战成功 好 那我们就准备去往下一个挑战的地点吧 刚刚我上来的时候啊 那边呢 啊 小心 哈哈 那边呢 嘿嘿嘿 他的那个光雕秀 应该是在试播吧 因为听说好像开幕之后 他才会一直播 但是我刚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震撼 就是刚刚那个Darren 在跟我说 他想要怎么拍照 我都听不进去 我一直在看那个 我觉得很好看 像今年是乐高 那看到那个光雕秀的主题 就变成是乐高很多人物 然后 因为我前几年来的时候 就是他每年会 新北市政府会随着 赞助商的不同 然后把不同的 可能他们有什么Q版人物 就是放在那上面 哦 所以他都会配音乐吗 像刚刚那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每年动画都不太一样 但就是规模看起来 就是这么漂亮那么大 很漂亮 第一次出现就觉得 很新奇是不是 对啊 我是第一次看 所以我觉得蛮酷的 OK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第二个点 那这个地方呢 是由我们25万块 乐高积木堆成的一个造型 哇这很 这很夸 这很狂耶 这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才可以 这人这能拼了吗 你看他还可以把他拼成 他脚好像翘起来 我光是看了就觉得好累 真的是佩服这包 是有几位匠人一起合力完成的 好神奇 那我们这边就要来迎来我们的第二个挑战 刚刚是要拼 这个挑战呢就是情侣出来玩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有拍那种意境的那种照片 这种意境的照片呢 就是要拍那种深情对望的照片 你说跟跟这些乐高深情对望 没有是你们两个要申请对望 在乐高前面吗 在乐高前面申请对望 你们只需要申请对望10秒 然后就是不能笑场 然后要就是看的很有感觉 这个是说的人会怎样 好难喔 就是你们两个要共同完成这个挑战 情侣们是没有在彼此分身复的好不好 1秒 2秒 3秒 4秒 5秒 5秒 感觉你又有点在笑了 6秒 7 8 9 10 我还看他两边的内霜 你们长得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个挑战也算是就是顺利的完成了 嗯 那现在就只要到最后一个挑战了 那最后一个挑战呢 那我们再移步到 他们这边就是有说用16万朵 就是LED灯 对 用LED灯 好像有听说 是在那个什么狼 狼到天桥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经典光狼对不对 对 可是我听说好像有一个很可爱的春阴光狼 不会去吗 春阴光狼的话 春阴光狼也是就是还不错 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全部都去 所以会有樱花叶片 璀璨光狼跟橘色世界很像 也都不错 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光狼对应它不同的颜色 我听说有七个 所以今天只有看一个 所以如果等你们 就是你们两个如果真的就是今天很来电的话 你可以之后再来施约好不好 之后再施约 我们就打扰什么了这样子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经典光狼区 哇很漂亮 用哥德式的建筑方式 用一个尖顶的方法 它的顶是尖的有看到 就是16万个LED灯做出来的花瓣 很美 然后形成香槟金色的花瓣 哇 往年大家都在抢拍那时候粉色紫色 今年竟然也是粉色 我觉得金色比较漂亮 对而且尤其在晚上的时候 金色就整个更 更有feel的感觉 拍起来应该是蛮好看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这边完成我们的最后一项挑战 最后一项挑战的难度系数比较高 有五题算是默契度大考验 考验一下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对于一些习惯是不是一样 那这五题呢 每对一题加20分 满分是100分 所以低于60就不及格这样 低于60就不及格 是要说出一样的答案吗 要说出一样的答案 这很难耶 第一题请问情人节一定要送巧克力吗 3 2 1 好来第二题 请问七夕算不算是情人节 3 2 1 不错耶 第三题喔 请问告白一定要当面说吗 3 2 1 已经几个了耶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下两个 看你们能不能打满分好不好 好来第四题 请几个 请问圣诞节一定要送礼物吗 3 2 1 诶 诶 不错耶 大家不是都说圣诞节要送礼物吗 不一定耶 我觉得 生日或纪念日或其他比圣诞节 我觉得他比圣诞节重要 不错不错 好那最后一题 朝满分前进好不好 请问 就算人几人也一定要来耶诞城逛逛吗 等一下 这个问题 3 2 1 好吗 多问题 我觉得即便人几人 这么美丽的那个摆设 还有今年特别这个乐高主题 真的是还会让人非常像 我真的觉得 因为如果人真的超多的话 可能很不舒服吧 我会有点怕很多人很挤的话 可是如果像这种 我就觉得很可以 这个人数我就觉得很舒服 不会很就是 重来重去什么的 不管怎样 今年就是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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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 分享 按赞 订阅 好了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 那你们两个真的会 就是私底下来 逛逛逛逛逛吗 哦 不然你们先从交换联络方式开始 好了 好啦 如果他们两个就是 就是 就没有成的话 我会再把他们两个的IG 放在下面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